中日可以说是东北亚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日这两个依依带水的领帮曾是师徒,是宗藩,是纳尧,是敌人。 但总的来说,中原王朝在甲乌战兵之前,对日本都处于绝对的压制状态,但为何甲乌一战之后,中日之间差距会越拉越大呢? 唐宋时期的师徒关系由于海峡的阻隔,在随唐之前,中原与日本的直接联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日本对中原王朝缺少应有的认识。 直到唐太宗的时候,日本,但是还叫窝国联合高聚力,白济,大举进攻唐朝蒙有新罗。 这时,唐朝援军在流人鬼的指挥下,接连纪拜高聚力和拜济。 在白浆口率领,只有170余艘战船4万人的唐军,现拥有千艘战船20万人的窝冰发动攻击。 在敌强火柱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可为日军,居高麟下,展开攻击,并采用火攻,全金日剑。 这就是著名的白浆口海战,一战打敌日本,近千年不敢张约中国。 日本这个国家,只会崇拜强者,只有把它打疼了,它才会彻底扶你。 这一战让日本认识到了自己和唐王朝的差距, 于是,派遣大币遣唐,是来学习中原文化,并实行战化改新,从中央集权,土地顺收,文字语言,建筑义务,教育考试等等方面,全面学习和模仿唐朝制度。 这时的日本就是唐朝的一个翻版,在宋朝的时候,日本继续学习中原文化。 可以说,在古典时期的日本,是积极崇拜中原的,这时的,两国关系是名副其实的师徒关系。 人民时代的宗帮关系,崖山海战之后南宋灭亡,以脉相成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 日本举国卢宿跪拜三天,他们哀悼不仅仅是一个汉人王朝的款牌,而是延续了将近两千年向商周秦汉为锦堂宋的一脉相成的正统中华的覆灭。 蒙古人灭亡宋后,日本人是不朝原,仍以宋为正统,致名副汉室,日本人才恢复了与中国的往来,并奉名为人说正统,继续承认,中国是其中主国。 可见,日本对古典中原文化的推崇和敬仰,但是由于宋王之后,特别是靠着神风,铬住了蒙古海军两次东征的日本,至今以小中华自居,对中原王朝渐渐逝去了崇拜,开始有了挑战中国,征服中原的的野心。 并在封城秀吉统一日本后,出兵明朝藩国朝鲜。 明朝则集结辽东军及三千七家军约四万人元昭,并在明梁海战和陆梁海战中祭拜日军。 最后,封城秀吉死后日军退出朝鲜,这就是著名的外立朝鲜战争。 这一战再次打服了日本,让其承认明王朝的宗主地位,奠定了之后东亚三百年的和平局面。 清朝民国时期的敌对关系,来自草原游牧的清王朝取代明朝后,日本提出了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的口号。 未被满清征服的日本,在中原沦陷之后,认为自己才是中华的真正传人。 日本再次拒绝与满清交往,并避公所国,与满清队。 是,这样一来,在法理上日本有了出兵中原的借口,在现实上,又解决了日本岛国占据大陆的千年梦想。 但在最初的时候,由于中国对日本的绝对压制,日本还不敢害或挑衅。 但是当来自西方的现在文明又努力敲插中日的大门时,日本再次表现出了自己善于学习,崇拜强者的性格。 迅速拖跃入欧,加入到了西方列强的行列,并将侵占中国当成了自己的主要目标。 这时候,甲午海战和清华战争也就接连而来。 那么,为何压制了日本千年的中原朝会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呢? 甲午海战中国失败的原因,如果是一个古典汉民族统一国家,日本向打领中国几乎不可能。 这也是中国压制日本千年的原因。 但是看似强大的清王朝,却有着四大本质缺陷。 第一,清朝转型失败,日本维新成功。 清末,毅力宏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开始,因为体量的差距,在前期清朝,甚至要胜过日本。 但是洋务运动是在旧窗户上胡白纸,本质没有改变,而明治维新是新地基上建新房,全面革新。 所以日本实现了在现代制度和工业化上的全面升级,以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自然是日本胜利。 第二,太平监国,偷空国基。 一个朝代六胜转身的最大原因,就是内部动乱。 虽然清末太平监国被平定,但其却直接掏空了清王朝的根基。 南方经济重心被打烂、怀军、湘军等汉人军对决。 起,清王朝政治权威和统治力严重下滑。 第三,民族友邦,不如家努。 由于清朝属于少数民族统治汉族,再加上镇压太平军,导致汉人军队的崛起, 所以,清王朝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了防守汉军高大之上。 对汉军分而置之,使得中日战争成了日本与李鸿江一人之战。 清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宁愿隔地赔款,也不愿放手权利。 第四,西方列强,故此失彼。 此时的清王朝就是西方列强眼中的肥肉,俄国在北部,英国在西方,法国在南方,每日从东方对中国步步紧逼,都显在中国身上歌于快肉下来。 中国面对这样严重的外部环境不此而失彼。 所以,才有了李鸿章海权,和左宗棠陆圈之丁,在四面危机的情况下,让日本举全国之力,而打赢了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时,可以说是中国最轮弱的时期,万有西方列强,内有奇异动乱,民族矛盾激化,制度文明落后,日本正式抓住了这个特殊时期,所以才击败了中国。 而随着中国渐渐走出困境,东亚的传统格局已经恢复,并在逐渐加强。 作为东亚绝对的核心,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压制各种危害东亚和平的企图。 作为东亚绝对的核心。 感谢观看